去年底我和总统先生在沙特利亚的共同出席了首届的中俄国家峰会并举行了会晤 达成了许多重要共识 为中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 这是你就任总统以来首次访华 相信这次会晤将为两国关系未来发展 破话新蓝图中华建交58年来 双方始终真诚相待相互支持 我们接下了身后的友谊 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和中东北非地区的局势新变化 中华两国要继续做相互支持的好朋友 共和发展的好伙伴 双方向两个共同力和国际公平政策 尔方向两国要继续做相互支持 尔方向两国要继续做相互支持 四国要继续做相互支持 为何要继续做相互支持